距离慈祭发放的冥王星交流会馆 大概步行十分钟的距离 还有另外一间避难所 就在血水定地血水中学校 现在这里还有六十多个人 住在学校里面的建道教室里 黄色帘子围起私人空间 用纸箱做成的单人床 就是友田女士19天来唯一休息地 床边摆着少少物品 只有牙刷是自己的 其他都是避难所提供 床上好几层毛毯 垫子 也是有人离开不带走就留起来用 因为灾害初期想保暖好客难 最初是电池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的时间还没有电池 只有电池放在通路上 电池的电池通过来 电池通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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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常都暖昏了 但是那个时间都很寒 很寒 地震让生活机能停摆 它正后第七天才吃到第一口热食 洗澡更是等了十多天 事發至今 美水還是最大困境 雖然政府已經在避難所放置臨時廁所 解決建物裡美水沖馬桶的問題 但整體環境還是令人擔憂 怕疾病不斷傳播 政府上星期祭出二次避難政策 在離鎮央更遠的地方 提供多處飯店給3萬多人暫時居住 但截至19號下午只有約2000人申請 以這間中學校為例 24號即將復刻 雖然民眾能繼續住 但也不是長久之計 現在政府著手興建臨時住宅 或許能解決民眾不想遠離家鄉避難的難題 打開新聞 林一婷 于國威 烈碗宇 日本報道